看这绿油油的一片是什么呢 萝卜叶子 萝卜鹰子 今天要做萝卜鹰子泡菜 好像去年这个时候已经发过同样的视频 我婆说你再拍一次 看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 把这个梨切成块 然后现在打成了梨汁 我看还有什么材料 以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洋葱还有白萝卜 在这里 洋葱还有白萝卜 一起要变成了这个萝卜汁洋葱汁 他们跟爷爷在学英语呢 现在要打另外的打汁了 把这些打好的汁要重新再过滤一遍 他已经弄这么多了 过滤一遍 这里边的材料都有什么呀 刚才洋葱 还有白萝卜 还有林 对 这旁边还弄好了大蒜 大蒜 大蒜 洋葱 还有辣椒面 辣椒粉 加点水 又开始做这个汤汁了 打汁 打完之后还是重复刚才的步骤 把它再给过滤一下 有辣椒粉怎么能过滤出来呢 我也好奇 只过滤这些水出来 现在这些汤完成了 加在一起 混合一下 红色的是大蒜 洋葱 还有辣椒粉混合的 白色是刚才的梨块 洋葱 白萝卜打的汁 这能好喝吗 黄油 还有辣椒粉 这些是 黄油 这个是黄油 还有加盐 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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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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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一些糖 就是等待着要腌的这些菜 这个就是炸的那个小毛白菜 好的 这里面有洋葱还有小葱 红色的甜椒 又加进去 这样子 直接吃菜不行吗 腌来腌去的 看起来我都觉得费好多时间 把这些萝卜因子先放进去 一起弄 我还以为要分开弄 然后开始浇这些汤了 平时吃的看起来简单 没想到做起来这么麻烦 现在还不能吃 要在冰箱里再放着 要发酵一下 加完了一层再加一层再加点调料 是分层的 我还以为是 直接放进去 直接倒进去就好了 再加调料 好 这一层做完了 下一个 可以放 多好 下一个 下一个 煮好的 下一个 embaixo 煮好 煮好 。 放进去,然后在外面放一天 然后呢,再放冰箱里可以保存的 这是韩国的这种水泡菜 做完了,下面再做另一桶了 大家觉得好吃吗 这个萝卜鹰子在我家可能就包包子包饺子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谢谢大家